嗨同学们,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跟同学们讨论四年级设计工艺 单元二,我爱设计 设计是按照目的和要求设计产品 以提升日常生活的数字 来我们看看设计与职业的关系 第一个例子,服装设计师 第二个例子,美食设计师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设计的元素 一,大小 二,明度 三,线条 四,空间 五,形状 六,图形 七,颜色 八,质地 好,设计中的各种线条有 一,出线 二,细线 三,波浪线 四,虚线 五,螺旋线 六,锯齿线 七,散乱线 好,接下来我们运用各种线条 及基本形状 以构思设计来描绘草图 草图可以运用各种绘画工具 或电脑呈现 运用的主题呢 可以是交通工具 建筑物 大自然等 使用适当的工具 来进行创意设计 我们也要使用适当的材料 来进行创意设计 好,接下来同学们要完成这一题练习 运用各种线条 及基本形状 描绘以建筑物为主题的草图设计 好,今天赵副校长就跟同学们讨论到这里 赵副校长希望同学们 学习快 加油哦 拜拜